我想要知道說就是你這一次是如何去詮釋 把阿艾長出來就是嚴格這個角色 就是你跟之前有沒有做不一樣的功課 或是有什麼樣子不同的 是 嚴格這個角色感覺讓人家覺得 一開始會覺得比較冷酷 然後一板一眼 因為他是一個企業的經營者 然後他對事情會比較追求完美 所以我一開始在傳播角色的時候 然後我會習慣幫角色設定星座 然後覺得他可能是處女座的 處女座 然後他會希望事情比較完整 比較完美 然後去追求那個樣貌 然後比較不喜歡讓別人看到缺點 或者是也不太能夠容忍他做的事情上面有一些缺點 那 比方說 比方說 我覺得那可能是一種精神潔癖 就是事情的行進過程一定有前後的順序 當那個前後順序不對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這件事情不對了 可是事實上這些事情還在進行 會類似去糾結 所以一開始他的個性會去糾結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就是一開始設定這個星座是處女座 是因為你有看了哪一個朋友 他是類似像這樣子 他跟嚴格跟其實是有點像 所以你還是做這樣子的設定嗎 有 我 嚴格身上的個性 我大概抓了兩個朋友的綜合體 就可能這個人身上有某一點他的特質 這個人身上有某一點他的特質 然後我就把它都試著拿來模仿 然後拿來用 那這樣是不是會讓你比較容易進入這個角色 還是 有沒有那種 你覺得這樣詮釋起來 是不是就會比較容易多了呢 那個表演的動機會強烈一點 然後因為你可以藉由這個去相信自己的舉動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小動作 或者甚至是邏輯跟想法 所以其實原本嚴格的個性跟你個性 其實是差非常多的嗎 就你其實是一個喜歡追求完美 或是一板一眼的人嗎 並沒有 所以你是平常就是很大的畫在 就是說其實就是都可以 就是你的個性是什麼 嗯 我其實比較懶 沒有像嚴格這麼積極 然後東西隨便亂丟回去躺就睡了 然後 然後 誰不是躺著睡 對 就衣服亂丟這樣 然後隨便撥個地方可以躺就躺 大概是這樣 就是你其實基本上 更是非常懶惰的一個人 就是其實比較偏 就是可能沒有這麼積極這樣子 對 嚴格他可能 比方說他的小 生活上面的小細節 當然戲跟劇裡面沒有具體的說出來 但我覺得他是一個衣服一定要摺得很好 然後分類放好 然後 嗯 同顏色的色系 甚至都要堆疊好那種 對 所以你就跟其實真的差了 將近十萬八千里 十萬八千里 那你就是演的時候會覺得 怎麼這麼痛苦啊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 會有這樣子 嗯 嗯 演的時候不會覺得痛苦 因為 我 在那個時候會相信自己就是那樣的人 嗯 對 在故事的走向裡面的時候 這是完全的入戲嗎 也沒有到完全會試著去揣摩 然後 當然我 比方說做一個角色的功課之前 呃 可能會試著 比方說 早上起床 然後 然後 我會想像自己是嚴格 嚴格怎麼刷牙 就用那個角色的身份去過一段時間他的生活 那 那樣子在 開拍之後 在 因為電視劇 的拍攝時間都很緊湊 他有時候並沒有這麼多的時間 讓允許你 去做更多的準備 那我覺得如果這樣子進入角色的話 不管劇本寫到怎麼樣的程度 你至少都不會離開他的範疇太遠 大家下め 在馬上 對 可惡 跟馬上 坐 馬上 沙 舟 馬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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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馬上